自从教会两千年以来 教会跟社会的关系 跟政权的关系是一个很矛盾的 但是基本上有四种的 model 出现过四种的 model 各位第一种就是什么 四个全部写下来 Erastianism 好像一个哲学家的名字 就是讲到政府完全管辖控制教会 支配教会要怎样就怎样 所以这样不好 教会的智慧 真理 这全部是高过政权 政权怎么能够这样管辖 第二种是theocracy主义 就是教会好像是管制政权 所以君王每次找一些祭司或者神父 有什么启发吗 告诉我 好像是这样 这也不可以 对不对 因为这个是 上帝不是叫 教会是要拯救灵魂 不是要执政的东西 所以教会不是执政的 这个社会有社会的君王 但是这个是separation the separation of the church and politics 这个是应该有的 所以这个不不合理 还有另外一个 黑暗中世时代的时候 Constantinianism 这个是政府有一点庇护教会 保护教会 然后教会跟政府也是 你这样保护我 我也保护你 稳固你的权威 黑暗中世时代 很容易造成教会跟政权 他们就同化 就在一起 给彼此利益 所以at the expense of what 平民百姓 对不对 所以不对的 所以教会不能贪图世界的权柄 不能贪图 等一下我会多讲 教会能不能参政这些东西 信徒能不能参政 这个不是最理想的 所以一直到今日 最理想的还是partnership 合作主义 partnership就是 教会跟政权是不同的entity 不同的组织 所以两者彼此认同 有一个建设性的关系 然后认同我们都有 神给我们的一些功能 使命 所以彼此影响 这样是最美的 所以教会如果能够 把真理讲得清楚 然后活出基督的精神 能够对社会有影响力 对政府有影响力 这个是最理想 最理想的是这样 教会绝对不是拿刀拿枪 的那个地方 来得取自己的利益的 所以我这样跟各位讲的 各位会知道 整个历史走到今天的时候 已经这个四个model 最理想的还是partnership 如果人的角度来讲 实际来讲 最理想的是这个 所以没有权柄 不是出于神 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真理 听到一些学生平台 ب Nineveh 都是这样 底